全斗焕以十二十二军事叛乱美开端 篡夺政权并血腥镇压518光州民主化运动 全斗焕在卸任总统后 虽然被判无期徒刑 但直到特赦为止 坐牢时间只有两年 KBS记者报道称 全斗焕于1979年开始登上政治历史舞台 作为国军保安司令官 负责调查朴正熙总统遇害事件 后于同年12月12日 发动军事叛乱 瞬间掌扣政权 全斗焕在发动十二十二军事叛乱后表示 充满正义感的首尔周边指挥官们 对其予以了支持 并为执行任务提供了支援 1980年 全斗焕开始打压 充满民主化热情的首尔之春 并向光州投入空降部队 血腥镇压了518民主化运动 一步步为自己登上总统宝座 奠定基础 全斗焕在1980年第十一届总统就职典礼上表示 自己将肩负在国家出现大转换时期的总统责任 并感到无比沉重的使命感 全斗焕在执政期间还推出了 学员自律化和废除宵禁等柔和政策 在其执掌政权期间 得益于低美元汇率 低油价 低利率的所谓三低繁荣 国家经济实现强劲发展 但大学生朴忠哲 拷问致死 大学生李翰烈死亡 三清教育队 媒体机构合并等事件的本质 就是全斗焕的铁腕统治 全斗焕为了稳定的延长军事政权 直到最后一刻都拒绝总统直选制改宪 他在1987年采取413护宪措施时表示 本人要始终贯彻并忠实履行 由全体国民政治决断而诞生的宪法 全斗焕卸任总统后 因镇压518民主化运动和12-12军事叛乱 以及筹集数千亿韩元秘密资金嫌疑等 在一审中被判死刑 后被大法院判处无期徒刑